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0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晚上香港時間 今天 就是有特別的調動和安排 所以節目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請各位留意 繼續是我們的 正常的節目 沒有任何 事情發生 希望大家留意 因為之前很多聽眾 看到我們遲了出節目 又或者晚了出節目 又或者可能 放假沒有出節目 通常都不是放假了 就是因為 可能是在乘飛機 或者其他交通工具 說不到 也會很擔心我們的安危 到了今天 坦白說 今天安危 其實始終是有段時間都不輪到我們 也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對香港的政治的興趣 即是我們在說 所謂的反對派政治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興趣 所以先跟大家說 說這麼多經濟話題 對於 做反對派的政軍 和政客 我們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節仍然要跟大家 不過是從八卦 Juice的角度 說這件事 這節要繼續跟大家研究 香港保安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的命運問題 不過這節 是從風水命令 玄學角度 去討論 跟實際的情況 香港發生的事情 還有種種的客觀證據 嚴格來說 是沒有關係的 簡單來說 鄧炳強 有網民揭露 這次 鄧炳強明明應該快要出事了 但是快要被人救回 到底誰這麼厲害 可以把鄧炳強 從鬼門關的邊緣 救回 這節跟大家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我們的舊頻道是升旗易得道 我們現在用的新的YouTube Channel 名字叫做星期二日報 敬請各位注意 而我們這個節目仍然維持 叫做 王牌時事經濟節目升旗易得道 我是各位這個節目的主持人之一 我是Johnny Ford 請各位記得把你的支持六部曲 還有免費模式 記得集中在星期二日報上面 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叫做星期二新聞集團 所以請各位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這裡真的要強調 我們有時候講香港的事情 多數是因為看不過眼 你問我 我仍然是在吃花生的 鄧炳強 有得做也好 沒得做也好 你問我 我現在 不是很在乎 不過 站在習近平的角度 如果你 鄧炳強 是黑著主席的話 我當然是 要幫習近平出聲 這個是 看不過眼的問題 人家要稱帝 怎麼可以 租撻在你手上 如果你的命運 是跟習近平相衝的話 是不是 一定要把這件事 揭露的 而且是從玄學的角度去說 正當 我們本台就差不多是 獨家分析鄧炳強 已經來到危險的邊緣的時候 那麼 就是叫做無毒有偶 又有其他的KOL 跟我們的看法 居然又說是一樣的 我不深究到底 是不是聽完我們的節目呢 然後就跟著 暫時在這個方面放過你 問題又來了 大量的網民就說 現在燈神 說鄧炳強 要下台 問題出現了 正常的時事分析 就像我們那樣 分析鄧炳強 留下 或者鄧炳強下台 或者鄧炳強升官 這樣 就是叫做正常的時事分析 但是當一些 不斷地 猜測錯誤的人 去說的時候 引起大量的香港人 引起恐慌和反感 這個就是我們的分別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做分析 但是當你 加持的時候 就令到很多人覺得 這次真的出事了 是吧 明明可能是 鄧炳強沒得了 最後就是在鬼門關 把他救回來 好了 大量的網民 相當關注鄧炳強的去向 有很多網民看到 燈神預言鄧炳強要下台 嚇到網民就說 不是吧 鄧炳強是不是有特首做呀 然後也有人留言說 糟糕了 笑著 等看鄧炳強就是做特首 也有人說 這麼厲害 被你這樣加持 鄧炳強國家主席也有得做呀 也有人說 靜靜地贏得 當然啦 撈持平地說 我們繼續用玄學的角度 分析 鄧炳強的情況 由於這個叫做 推背圖 有一軍人新戴公 所有 所有 名字上面有個 公字邊的 即是這個強字 所以發生了這個叫做李克強 李強現在是邊緣化了 當初 這個叫做推背圖的說法當然 是集中在中國大陸 但是由於 過去幾年以來 香港的這一班 官員 不為餘力不斷強調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來的嘛 大家同屬同一個國家 本來 特別行政區 還特別行政區 不應該 將中國大陸官場的記位 擺下來香港的官場 本來 但是經過你們一再強調 香港 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嘛 難免要將中國大陸 對 推背圖的記位也要擺在香港那裏使用 所以沒有辦法了 鄧炳強我早就告訴你了 你有方法救得回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叫做改名 第二個方法 就叫做被人加持了 所以出現了大量的網民怨恨 你這樣的加持法會不會救得回鄧炳強的 也不是不可能的 從風水玄學的角度去說 本身如果因為 推背圖 就把一個名字有強制的人不再重用 這件事其實是相當之迷信 又不科學的一件事 我從鄧炳強的角度去說 有甚麼理由對我這麼不公平呢 但是 偏偏我們現在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 我用藍絲的語氣說 因為他不是我國家主席 嚴格來說 我國家主席 是印度人來的 手上才對 偏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就是最順滅的 所以這個問題來了 有個強制的人相繼落馬 其實不止的 有個公字邊的 全部出事 也不知道 其他的推背圖 其他的內容如何演繹 所以 鄧炳強也不用灰心 未必只能動你一個 可能是李家超 還有其他人也沒得做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說這個說法一直在用一個八卦和Juice的角度去說 這是風水 和懸學的角度來的 這不是政治的現實和分析來的 政治的現實和分析 正巧向著這個方向進發 所以有些時候 想不信邪也不行 說信邪 所以這節說的是邪門 如果有燈臣說鄧炳強要下台 其實有機會救回鄧炳強 問題就是要看看 到底 這位所謂燈臣KOL有多相信這件事是事實 如果他真心相信 鄧炳強 真的要下台 那麼 鄧炳強就會有很大的力量被救回 假如如果只是純粹出來抽水 不斷地說一兩句 救回鄧炳強的機會就有限 所以如果我是鄧炳強的話 現在這樣的環境 區議會選舉救不了你了 救到你的可能是另有其人 你就應該壓重著 跟燈臣對賭 壓重著 說鄧炳強一定有得做 他就會買重你 就是要下台 他買重你下台 你就有機會救回鄧炳強 不過最後我們也有補充的資料 也是用風水命理的懸學角度 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香港這個時事KOL界的燈臣就是無所 沒有人不知了 每個人都知道是誰 問題又來了 雖然你叫做時事分析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對習近平的評價 我們一直以來對習近平的評價 其實也是 在國際 形勢上面以及政治領導人上面 我們也是嚴厲地批評 習近平也是一眼超級明燈來的 每次 習近平決定了那件事 都是錯到不能再錯的 所以我很客觀地說 我真的很客觀地說 我認為 習近平的登力 是軟勝所謂的時事KOL的登力 所以 習近平的決定 很多時候是錯都無論 不過 到底習近平 是想留回鄧炳強 還是想把他除之而後快 現在 你暫時是不知道的 因為香港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 是關保安局事的 除了鄧炳強出來 罵美國黑社會之外 這件事一定得罪習近平的 但是到底習近平 是不是要現在動他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這節也跟大家 這節不是政治分析來的 這節是 玄學角度分析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選擇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嘗試吧 我告訴你 我給我一個張打啟 我看不到 我是這次問大家 被人家 我問你